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个重要的新闻概述 让您快速了解最新的世界动态 首先,让我们来到香港 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3月23日刊线生效以来 已经快一个月了 香港绿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 这项新法力有效堵塞了国家安全的漏洞 营造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商业环境 有利于香港经济的长足发展 林定国还指出 他已与200位不同行业的代表 进行了交流和解说 直接回应他们关心的议题是出一律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非洲 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上周五表示 正在考虑在东部地区修建俄罗斯军事基地 以保障边境安全 图瓦德拉指出中非东部幅员辽阔 但充斥着反政府势力 他认为俄罗斯建立军事基地后 可以有效保护中非边境及政府军部队 确保地区安全 最后,我们来到中国广东省 连日来的暴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 橙色预警极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4条河流出现超紧洪水 受强降雨影响 京广及京九铁路部分列车不得不停运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希望能让您快速把握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红树打卡 中国31岁女游客长裙子半多75米山谷网 中国一名女游客 在印尼火火山 一针火山 一棵出名的网红树打卡 十亿外被长裙半岛 跌落75米下的山坡身亡 据印尼新闻网站 Leputin6报道 意外发生在上周六 20日凌晨两时许 一名31岁中国女游客与丈夫 在导游带领下到爪哇岛 一针火山观光 准备在火山口看日山 及看著名的蓝色火焰 至清晨近六时 该名叫HL的女游客 为理会导游警告危险 与一棵网红树拍照留念 被欺穿着的长裙半岛 由75米高的峡谷摔下 由于意外地点偏僻 救援人员耗时两小时 才搜寻到该名女游客 但当时她已经死亡 至同日早上约11时 女游客遗体才被运落山 当地警方指死者有多出伤痕 左腿骨折 当地媒体指 过去也曾有外国游客 在一针火山的网红树拍照时 发生意外 险从高处坠落 一针火山曾经是印尼最大的硫磺产地 该火山是全世界为二能看见蓝色火焰的地方 令它吸引大量游客前往观光 游客到一针火山时 需穿戴好用来过滤火山灰和硫磺蒸汽的防护面具 佩戴头灯照亮脚下道路 现场一棵树则成为游客的主要打卡背景 成为网红树 与此同时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金会 在香港举办了国家安全教育研讨会 吸引了约500名中校学生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参与 这一活动旨在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和加深 香港青少年的爱国情怀 进一步呼应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精神内涵 在国际方面 东方日报报道了中非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 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表示 考虑在东部地区修建俄罗斯军事基地 以保障边境安全 图瓦德拉指出中非东部幅员辽阔 但充斥反政府势力 俄罗斯建立军事基地后 可保护中非边境及政府军部队 确保地区安全 图瓦德拉还透露 在俄罗斯军事教官的协助下 共同训练了与一万名中非士兵 致力于军队现代化及应对新挑战 另一方面 东方日报还报道了中国广东省遭遇的暴雨灾害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极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广东连日暴雨成灾 累计34条河流出现超紧洪水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宣布 受强降雨影响 对途经京广铁路韶关境内的朴素列车 采取停运和折返运行措施 广州市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 三级和雷雨大风 四级应急响应 全省累计有47个水文站点 50站次出现超紧洪水 受暴雨影响的地区出现了内涝 山泥倾泻等灾害 救援强险人员紧急出动疏散 受困群众 以上报道展示了从香港的国家安全条例 到中非共和国的军事合作 再到中国广东省的自然灾害 不同地区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地区安全 国际合作和自然灾害应对的重要性 也展现了各地区和国家 在面对困难时的韧性和决心 在一个春一样然的日子里 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 迎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林谷开心供书辉煌 西安碑林海峡两岸林书展 据乔报报道 这场展览不仅是一次艺术的交流 更是两岸文化的桥梁 从三月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拉开序幕 到四月遗失台北 再到七月前往南投 这场展览以接力的形式 展现了中华书法的博大精深 和无穷魅力 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 和文化学者的目光 在展览中 观众可以近距离观摩到各种风格的书法作品 从古典到现代 从简约到繁复 每一笔每一画都展示了书法家身后的功底 和对美的追求 这不仅是一次视觉的享受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然而 在香港 一个悲剧的消息 打破了瓶颈 据乔报报道 一名八岁的女童 因感染甲型流感 H1 病毒不幸去世 这个原本健康活泼的小生命 在短短的一天内 从发烧咳嗽到抽搐 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 这个令人心痛的消息 再次提醒人们 流感并非小病 尤其对于儿童等高危人群 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不容忽视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在这起悲剧后呼吁 接种流感疫苗 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尤其在流感季节来临之际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 都应积极接种疫苗 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在另一个领域 音乐 我们同样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 2003年4月21日 美国殿堂籍女歌手 妮娜·西蒙 在法国家中病逝 享年70岁 妮娜·西蒙的一生 充满了传奇色彩 据《乔报》报道 她出生于 北卡罗莱奈州的一个贫穷家庭 4岁开始接受古典钢琴训练 其后在纽约知名的 朱利亚音乐学院受训 她的音乐生涯 起步于酒吧的演唱 但她的天赋和努力 很快让她声明确起 妮娜·西蒙 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歌手 她还是一位勇敢的战士 在1960年代 她积极参与 种族平权运动 用她的歌声 为非裔美国人呐喊 她的音乐 跨越了爵士 蓝调 节奏蓝调 和灵魂乐 等多个风格 但她从不愿意 被任何标签定义 妮娜·西蒙 用她的音乐和生命 向世界证明了艺术的力量 以及一个艺术家 对社会正义的承诺 从台北的书法展到香港的流感玉房 再到妮娜·西蒙的音乐传奇 这些故事 虽然看似毫不相干 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文化的力量 和生命的脆弱 在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里 艺术和科学 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 提醒我们珍惜每一刻 追求美好 同时也警醒 我们要关注健康 保护弱小 这些故事 就像一面面镜子 映照出人类社会的多维面貌 引导我们思考 感悟和前行 在东方日报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黄金市场的混乱情况 随着国际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 中国内地消费者 对黄金饰品的购买热情高涨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一系列的消费者 受骗事件 江苏省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了规范黄金珠宝市场经营秩序 近日采取了约谈室内 多兼黄金珠宝知名品牌经营企业的措施 消费者的投诉 主要集中在珠宝首饰的品质问题 黄金计价模式的不透明 以及已就换新活动中 信息不明确等方面 官方要求经营者 对存在的问题做出整改 并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 显示出政府对于 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决心 同时 东方日报还报道了 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透露的消息 即俄罗斯与中国正共同研究 制造新型现代化飞机 及核能设备等 这一消息显示了中两国 在高科技领域的紧密合作 尤其是在高科技占据 很大部分的投资合作中 双方都展现出了 持续成长的潜力 拉夫罗夫还提到 中贸易额去年创下新高 未来也将持续成长 这不仅反映了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度 也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 在另一则报道中 东方日报揭露了 台湾苗栗县一名幼稚园女校长 设下的投资骗局 该女校长利用其在教育行业 20年的信誉 邀请亲友及学生家长 入股幼稚园 并承诺给予股东丰厚红利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最终他失踪 涉嫌卷走6000万新台币 这一事件不仅让50名股东 蒙受经济损失 也对教育行业的信誉 造成了严重打击 涉事幼稚园通过律师发表声明 呼吁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 寻求救济 同时表示将提供必要协助 这一事件反映了社会 对于诚信的渴望 及法律保护的重要性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社会的多元面貌 包括市场监管的挑战 国际合作的机遇 以及投资骗局的警示 通过这些事件 我们看到了政府 在维护市场秩序 促进国际合作 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努力 同时也提醒了公众 在投资和消费时需要更加谨慎 以免受到损失 在国际政治的复杂棋盘上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与哈马斯领袖哈尼耶的会面 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据东方日报报道 这场会议与伊斯坦布尔举行 是自去年10月以色列 对加萨发动攻击以来 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 会谈的议题 涵盖了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领土的袭击 加萨地带的人道主义救援情况 以及停火努力 埃尔多安在会后的声明中强调 巴勒斯坦人需要在加萨战争中 展现出团结一致的力量 这是对以色列最有利的回应 他更进一步指出 以色列不应该 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 事态发展中受益 呼吁国际社会 重新关注加萨的情况 与此同时 日本的政治动向 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东方日报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晋国神社春季期间 选择供奉祭品 而非亲身参拜 这个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神社 一直是国际争议的焦点 尽管岸田文雄没有亲自参拜 但他的这一举动 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讨论 此外 经济再生担当大臣 心疼一笑的参拜 也是对日本内阁成员态度的一种体现 这些事件反映出日本政府 在处理历史问题和邻国关系时的 复杂考量 生活中的不可预见事件 有时候会对我们的计划 造成影响不到的影响 东方日报报道了一起 因乘客遗忘手提电脑 而导致的航班延误事件 这起发生在中国国际航空 CA1845航班上的事件 不仅让该名乘客的行程 受到影响 也对其他乘客造成了不便 原本计划从北京飞往安徽合肥的航班 因为一名乘客的特殊要求 而延误超过三小时 这一事件引发了乘客的不满和广泛的讨论 也让人们反思在现代社会中 如何平衡个人需求与集体利益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到日常生活的点滴 这些事件展现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土耳其总统与哈马斯领袖的会面 日本首相的祭品供奉 还是因一名乘客的遗忘 而引起的航班延误 都是这个世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见证 这些故事不仅是新闻报道的对象 也是我们理解世界 思考人类行为的窗口 在电影《深如下花式若秋叶》中 导演陈英雄透过19世纪美食家多丹与其厨师尤金尼的故事 展现了对生命热情的赞颂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关于料理的艺术 更深入地探讨了爱情生活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联合早报对此电影的评价极为正面 认为其通过细腻的情感和生活的细节 呈现了一首赞颂世间美好的抒情室 从多丹与尤金尼的亲密物件 到他们用料理传递爱情的语言 电影展现了成熟男女之间的温柔爱情 以及自信女人的魅力 电影中多丹的生活哲学 幸福就是始终渴望本就拥有的 以及尤金尼对生命的热烈态度 让人们看到 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感激 而电影的结尾 通过歌剧泰伊斯的沉思曲 更是巧妙地将主题 《生如下花》是若秋叶 深深地刻画在观众心中 另一方面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了一个 关于美国防部长Lloyd Austin 对于乌克兰打胜仗的定义的争议 一位名为孤烟木禅的博主 在新浪微博上发文 质疑Austin无法阐明乌克兰胜利的定义 暗示美国有意将战争拖延 然而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的调查发现 Austin在联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的预算听证会上 以明确指出乌克兰维持民主 独立且能捍卫自身领土主权的能力 即是胜利 该报道揭示了信息误导的问题 并强调了事实查核的重要性 通过对这两篇文章的整合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艺术作品的解读 还是在现实世界的新闻报道中 理解和传达真实的意义都至关重要 深入下花是若秋叶 以其深刻的情感和对生命的庆祝 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 而对于乌克兰战争的报道 则提醒我们在面对信息时 需要有批判性的思考 寻找真相 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主题 实则共同强调了理解 感知和真实的价值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